那我问一下这个归时 除了这个台风架 可能影响到霸凉的政治效应之外 各界也高度关注 事实上今天北检第五度提讯彭震生 而柯文哲相关的这一个金华城跟金流的案子 确实媒体也在这一个追出新的方向跟内容 这个我必须讲 当我们一直在追柯文哲的时候 我们都忽略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其实是本周从这个选举以来 终于获得声量王的男人 这男人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赖清德总统 赖清德总统居然在本周 这么多人关注柯文哲在被提讯 然后他又不出席的状况之下 赖清德居然在声量是拿他第一名 但是他声量拿第一名是怎么样 他的负面声量居然高达快要接近七成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关于赖清德的关键热度新闻 我们一个一个帮大家抓出来 到底有什么重大的事情 第一个就9月25号开始 记得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个礼拜赖清德突然间变成一个很硬的男人 为什么他开始会下军令 他下军令说要求绿营全员服从 要干嘛来这个封杀总预算 这个要去抵抗这个蓝白封杀总预算这件事情 接下来在9月26号的时候又出现什么 赖清德要邀这个叶燕立委的时候有12位的立委 民进党的缺席 那个时候就有评论员说 你看蔡英文任内从来没有发生这样 接下来呢 9月27号又出现新闻是 立委不爽赖清德的这个军令 不理赖清德啦 徐晓鑫点名说 51个人只来21个人 而且还偷偷的收到这个签道表 所以你看这三则新闻 却是赖清德非常报告被推播的新闻 这三则新闻就发现有什么 第一个赖清德下了军令 第二个民进党立委非常的不爽 接下来9月28号又发现什么呢 赖清德又开始下令了 下令大家拼直播啊 原因是因为啊 这个民进党的立委流量 就不敌黄国昌一个人啊 结果啊 这个9月29号也就是隔天 又突然又推播了这个 大量推播什么样的新闻说 赖清德下令要全勤啊 然后呢民进党的立委啊 就反映说地方不用雇了吗 接下来呢 一样9月29号呢又说什么 说赖清德下令啊 避坦克文哲 因为发现赖清德一直都在下令啊 然后接着啊 9月29号出现了什么 赖清德怒骂将官啊 说看见三军统帅 怎么都不正好 怒摔资料 那10月来咯 10月出现什么呢 又出现你看 刚刚一样重复的新闻啊 说赖清德 摔东西 骂将官啊 那这个顾立雄怀疑过程 只是提醒 我跟你讲 网路上炒翻了 接下来 10月1号我们就出现 所谓赖清德 六度来问徐真卫的 这样的新闻 说你测村人数对不上 有趣的是 从这一天开始啊 有非常多花莲相关啊 跟赖清德的新闻啊 他又说什么 说是赖清德 你自己搞错了 这是总统失控又暴走 那一直到最近起 就10月2号 突然间啊 就跑出来了一则推播 疯狂推播的新闻 他说什么赖清德 对柯文哲紧盯监视器 表示一笑自知 黄国昌呛说 你怎么笑得出来 所以呢我们来看啊 赖清德到底出现了什么大事 让这么多人 在疯狂的推播这些新闻 我必须讲啊 他们推播的力度 是四到五倍以上 总共全台湾在讨论赖清德 相关的这个新闻啊 在社群里面 居然有16比 16万比以上 我们以为大家在讨论的 应该是柯文哲 结果你会发现 其实都是赖清德 那我认为他们在完成什么 他们利用新闻的碎片化 来把赖清德刚一直重复的 军令 威权这样子的方式啊 去帮赖清德去抹平什么事情 大家记不记得赖清德一直以来 出现的民调 成以上好感度都跟什么一样 打摊有关 就是他这个不分蓝绿啊 不分政党打摊 有一点酷吏的打摊的方式 对造成民众还是对他非常好感 可是你会发现 这所有新闻的铺陈的目的是干嘛 就是要把他打摊的形象拿掉 告诉大家赖清德就是酷吏的 所以我来问一下绿尾 赖清德有这么凶吗 不会 有没有震怒 有震怒吗 有对你们震怒吗 我没看过 有穿东西吗 他不会穿东西啊 真的啊 所以你看他建立了一连串的形象 完成了一块拼图叫什么 赖清德就是一个会骂党 骂官骂将军的总统 所以我要必须跟大家讲 这一些事情造成什么 第一个柯文哲在某些族群 就是说蓝白跟中间选民 在看的所有的舆论跟资讯里面 柯文哲被讨论和金华城相关的案情 已经被降低很多了 这就是网军现在 他可以用一个礼拜的方式 就赶快去颠覆了所谓赖清德的形象 我打个岔 你刚刚点名了赖清德几个重要的事件 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影像的 比如说民进党内部的中常会 那这个党主席有怎么表达 这个我们并没有外在的影像 可是有几个是有影像的 比较确定有影像的是 那一个10月1号的徐真卫跟赖清德 因为那个是一个公开的会议 然后我看到的原始版的影像 赖清德确实有问徐真卫撤离的人数 然后撤离的人数 徐真卫回报的人数确实跟赖清德手上说 这个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完整看完那个影片 那个影片就是双方在核对资料 然后赖清德最后一句说 如果有需要国军协助的 那国军还可以额外的帮忙协助 所以一般人真的你去看完整的影片 其实那也没有吵架跟震怒啊 那就是国军你手上那个资料跟我不一样 如果你需要我写住你也讲一声啊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 你会发现我刚刚说 但是那个影片原始资料是这样 原始影片是这样 可是后面被加工的新闻就扭曲 扭曲变成说 赖清德在修理许真卫 其实大家来看 我刚刚讲嘛 小到会出真事叉猫 大到去扭曲赖清德的人格 就像是我小到我在节目上 这个板子不小心掉下去 变成我摔板子大头正 好我可以让你再掉一次 你就掉 你拍都不进了 我本节目又不是 我本节目又不是没有来宾掉过板子 本节目连本人都掉过资料 好那我要讲一个有趣的重点 我刚所说的是在网路圈里面 非常奋力的在推动的 所有关键热度的新闻 而造成这16万者社群的讨论 就是凝聚了这几个重点的新闻 而且这些新闻刚好都是重复的 某些特定的新闻媒体 各位他就要建构一个形象 就是说赖清德是个暴君 然后随时都在骂人叮人 就是他建构一个这样的形象 那另外我来讲 什么叫做有趣的扭曲呢 还有搭配媒体 今天早上一早 其实就有所谓民众党的测译 只指四叉猫 你在胡说八道 结果今天陈志涵 大家就说陈二十怎么消失了这么久 没有他出来了 他出来的时候直接在媒体说 十一个人捐三百万给柯文哲 当责任额问号 陈志涵轰大家什么 失智列车 你这个四叉猫 四叉猫开了一台失智列车 让我们都上车了 准备要翻车 那问题很严重 问题是什么 吴宜璇发言人又出现了 你知道他直接定调什么 他直接定调说 这个是本党2021年的3月3号 才修正了这个募款的责任额的部分 而且他在最后一句 加码说什么 他说北柬办案罗资罪名 配合彻翼 党媒一条龙式的操作 对柯文哲及民众党 进行司法追杀 人格抹杀 我现在请问一下 四叉猫什么时候跟北柬一起办案 我觉得这是史上第一次看到政党 拿这个所谓司法 还有北柬 刻意来去操作 去抹黑所谓司法的体制 那他让我们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明明有市政 我们明明有证据去做追踪 就他让我们好像把我们定义成说 我们叫做一条龙式的操作 我觉得这民众非常可惜 而且更可惜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不敢拿出法治来说话 为什么他们不拿出你们司法上的可行性 跟正当性出来说话 今天陈志涵直接讲什么 他说2020年3月24号到3月26号 这几笔捐款 他还是认为 没有错啊 可是他忘了 他忘了这跟金华城市有绑在一起 并且有五名的证人已经承认了 这些钱是从别人拿给他的 他们只是人头 他们不说这一段前段的说明 他们只做后段式的说明 所以我必须讲 柯文哲跟民众党 他们塑造一种叫做片段式叫碎片化的资讯 然后用碎片化的资讯 拼凑成一个不是正式正当的新闻 来进行一些对于媒体人 对于比如说四叉猫啊等等的进攻 我觉得这非常的糟糕 因为我要提醒一下吴怡轩啊 因为我跟你讲 吴怡轩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来讲说 你不懂你不要装懂 你不懂你也不要说谎 为什么 我来讲 中央委员的捐款 柯文哲说要组织能力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所谓的责任而出现 并不是吴怡轩说的2021年才有嘛 对不对 所以我讲真的 你吴怡轩跟尤其是陈志涵 你什么时候才入党 你当然2020年的事 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就说民众好像已经不论事实了 他们只是想要随便瞎掰啦 另外我要讲 确实现在网路化的结果呢 会把非常多 尤其是斗内 我们来公布一下9月份斗内排行榜 第一名的是馆长 馆长总共有这个所谓124万 这么高的斗内 9月份就这么高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他不只打游戏 他接下来呢 他在打游戏 其实越多人看的是什么 他在开始声援柯文哲的时候 是更多人看 所以他的斗内金额只有更高 另外我们来讲陈清茂 他之前根本只是 他在支持韩国瑜的时候 声量还没有那么高 但他的斗内金额可以来到38万 那当然啦 有这个什么 朱学恒的万事通 这个一直以来都很高 Dear Nana第四名 有人听过Dear Nana 没有 他就是科粉专属的频道 他就是科粉开立的 他斗内金额有25万 那恭喜四叉猫第五名 好 那四叉猫第五名 总共就19万 但他去日本玩了一个月 钱应该花完了 我希望这个四叉猫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料 让大家更多可以去斗内支持四叉猫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